《华尔街之狼》的《Wolf of Wall Street》 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剧情片 讲述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在华尔街的疯狂生活和犯罪行为 这部电影由马田之十颗西斯指导 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琼希尔和马格罗、罗比主演 因为2013年上映 电影的故事围绕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 股票经纪人乔丹·贝尔福特 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 贝尔福特从一名小经纪人开始 在华尔街上逐渐斩入头角 成为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势力的人物 然而 他的成功很快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派对和道德堕落 包括吸毒、陷害和欺诈等活动 他和他的同伙们利用股票交易 来骗取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最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电影通过黑色幽默的手法 流会了贝尔福特疯狂的生活 和华尔街金融世界的腐败现象 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精湛演技 尤其是在描述贝尔福特的精神崩溃和情感变化时 令人惊叹 此外 熊、希尔和马格罗比等演员也表现出色 带来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和场景 除了演员表现 该电影的摄影 剪辑和音乐也非常出色 透过逼真的场景和华丽的摄影技巧 观众被带入了华尔街的繁华世界 和贝尔福特疯狂的生活 此外 有指挥家Howard Short谱写的音乐 也增强了电影的节奏和张力 总的来说 华尔街之狼的World of Wall Street是一部令人著迷的